哈喽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一周一度的断断分享时间 然后这一周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新的日系钢笔 因为我们常常提到日系钢笔的话 就会想到日本的三大厂 写乐、白金和百乐 而今天的主角呢 确实来自于一个非常如雷怪耳的日本品牌 无印良品 我想大家对这个品牌应该都不陌生 然后呢 这个品牌它的服装也好 然后它的生活小物也好 都是那种非常朴素的那种硬丝风 就是那种新冷淡风 然后你在使用它们的产品的时候呢 真的是沉浸在这个产品 所给你带来的一些体验和感受中 我曾经用过他们家的一些 画词笔也好啊 然后多功能笔也好啊 都给我一种不错的体验 所以上次去北京办手续的时候 我就顺带从这个Muji 买了一支他们家的钢笔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无印良品钢笔的试协和开箱的视频 之所以要把这支笔放在这个盒子里呢 就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这支视频是在讲无印良品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钢笔从这个笔盒中取出来吧 无印良品的这支钢笔呢 它的设计是非常简约和现代的一种铝合金的材质 然后它的这个笔杆呢 是一个上下均匀的圆柱体 然后它的这个无论是它的天罐还是它的尾端 它都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处理 就是一个楼空圆的设计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 然后这支笔的笔握部分 它做了一个磨砂处理 也就是说它在笔握的部分注重提高这个笔的摩擦力 然后是你在握持的过程中不容易脱笔 然后这个笔盖呢 也是一个铝合金的 所以这支笔整体摸上去的感觉是非常的轻的啊 然后怎么说呢 我刚摸到这个笔的时候感觉它没什么质感啊 因为它的价格其实也还OK啊 就不贵 然后它这个笔盖呢 是一个拔叉的设计 这个拔叉呢 其实和一般的拔叉有点不一样啊 它是通过笔盖的阻力和笔深的阻力进行一个嵌入式的固定 所以说你拔开的时候没有那种崩的那种感觉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它就是一个逐渐通过摩擦力拔开的过程 拔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支笔了 然后这个笔呢 我去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店员 他们好像没有选择笔尖的那个型号 只有一个统一的型号 如果大家对焦的话应该能清楚的看到这个笔件是一个F件的笔 然后这个笔件呢 它也是一个钢件 然后这个笔呢 它的笔深部分可以通过旋钮的方式拆解开来 里面会送你一个墨蛋 但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墨水的原因 我在后面书写的过程中 我觉得有点臭臭的味道啊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墨水的原因 它附赠的这个墨水真的是非常亮黑亮黑的一个墨水啊 就跟你用那个易德格的墨汁写出来的那个字的效果差不多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下这支笔的试写感受 看看它怎么样 我这次购入的钢笔呢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 他们家的一个钢笔 也就是Muji 然后他们的这个笔呢 它的型号都是统一的 是一个F件的钢笔 这个笔的里面呢 会附带你一支墨蛋 所以说呢 这个墨的颜色非常的深 这支笔在整个的书写过程中呢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阻力 很大的阻力 我不知道你在看我写的过程中能不能听到 它和纸之间摩擦的那种沙沙的声音 然后呢 这个笔呢 它是那种硬弹的笔 它稍微有一点点弹性 我可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线啊 如果我给它一个力度 你看它还是可以给到你一些这个线条的变化 然后呢 这支笔呢 初用起来 我觉得它的体验并不是很好 特别是你在没有写开的时候 我一度就觉得这个 怎么这也是日系笔嘛 如此的垃圾 大概你用一周之后呢 这个书写的感受就比较成熟了啊 然后呢 这个笔呢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于日语或者中文的这个书写 那么对于英文的部分呢 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适合 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我觉得这支笔由于它的书写感受不太顺滑 所以它不太适合于书写英文 因为它的阻力太大了啊 那如果你是一只喜欢这种金属现代设计感的钢笔的人 同时你又喜欢那种比较大的书写阻力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入这支无印良品的钢笔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钢笔的小白 然后你想要入坑 你想要体验一些更好的书写感受的话 我强烈建议不要从这支笔入坑啊 这支笔真的是 如果给它打分的话 它至多就是一个及格的分数啊 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 好的好的 那么这就是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简短的 关于一只日系钢笔来自于无印良品的这支钢笔的一个拆箱和书写体验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在留言区评论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予以解答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 Bye